哈囉大家好我是滴花 今天要分析的是 還有人會加入十字公會 戰力未齊全 破300戰會馬上更新下一支影片 也歡迎加入了DC一起討論海賊王 十字公會目前隸屬於小丑八旗海賊團 還有鷹眼、饒沙這幾個人物所創立的 十字公會這個東西其實非常特別 因為海賊王有很多人物 會在某段時間消失不見 因為劇情太多路線 而十字公會剛好打破了這個規律 讓那些原本要下線的角色突然上線 而且劇情的排面還不低於其他人 而且裡面的人都是當過氣霧海的 創立的起因就是因為 他們要逃離海軍的攻擊 所以這個公會就是那些 曾經的氣霧海成員 好以上就是十字公會簡短的分析 接下來看深度分析誰會加入 這個加入的前提就是 這個人必須和十字公會棄合 何謂棄合 那就是如果加入的人 應該都會是同樣處境 也就是曾經都是氣霧海 然後現在被海軍追捕 或者是人物特徵 老沙和鷹眼都是比較屬於蕭熊類型 意思是那種如果人物太邪惡 基本上沒戲 像是白霧之二絲這種 就比較能想像他會加入 以這個前提下去分析 首先提到的是蛇姬 他是我覺得最有可能加入的人 來看看動機吧 蛇姬在最近有一個重大的劇情 那就是九蛇島招人襲擊 這個人就是海軍還有黑鬍子 蛇姬首先遇到海軍的襲擊 但是他的實力足夠趕跑這些人 沒想到最後黑鬍子也來到這裡 蛇姬肯定打不贏黑鬍子的 但是他把黑鬍子的船員石化了 讓原本該勝利的黑鬍子 最後妥協放過蛇姬 最後綁走了克比 以上就是九蛇島的襲擊故事 這個故事其實非常奇怪 偉田讓黑鬍子來這裡到底要幹嘛 他是有訴說他要拿蛇姬的果實 但事實上就是沒拿到 如果真想讓黑鬍子拿的話 以黑鬍子實力讓他直接帶走蛇姬 這點以實力方面大家應該都是會接受的 雖然有機會暗示之後會拿走 但偉田卻沒讓他直接拿走 所以偉田到底想表達什麼 最有可能是演這出就是為了綁架克比 然後拿到克比後演後面的篇章 不然大家仔細想想看 克比如果是劇情重要的人物 而且他一定要被黑鬍子綁住 用什麼方式最適合 總不可能去海軍總部抓他吧 我認為偉田讓克比被綁架的方式 一點都不突兀 所以這個我認為就是為了克比而生的劇情 但是蛇姬同樣的也有他的劇情 他在襲擊後說了 只要我待在這個島上的一天 海軍就會不斷襲來 究竟該去哪裡好 蛇姬有明確說明了這個情況 正常來說蛇姬躲過就可以讓他下線 但是他說出究竟去哪裡好 讓大家覺得他之後很有可能 離開九蛇島去哪裡一樣 那麼大家覺得他會去哪裡了 哪個地方最適合蛇姬這號人物 這裡十字公會絕對是一個最好的選擇 剛剛說了 十字公會創立就是為了 躲避海軍的攻擊 而這不是蛇姬剛好想要的嗎 而且這也剛好吻合十字公會目前的規律 就是他們要招募的人都是欺負海的人 我認為蛇姬高機率會加入 第一蛇姬 再來就是卡里布爾 大家一定會覺得很奇怪 他不是欺負海又不是海軍追捕的對象 為什麼要說他呢 我覺得他是唯一的例外 他目前的劇情有一個很有趣的 那就是他曾經提到過 他有一個老大 卡里布想把古代兵器還有歷史本文的秘密 告訴那個老大 那麼代表這個老大是之後的劇情 非常有料的人物 不然知道這些也沒用 所以之前分析過 基本上這個人最有可能是黑鬍子或者是老沙 畢竟這兩位就非常適合 而黑鬍子很有可能已經可以得到歷史本文 所以機率下降 那麼老沙是否比較有機會呢 而且他們還有一個特點 那就是沙尼兄弟 如果卡里布把歷史本文古代兵器的秘密 帶到了十字公會 那麼十字公會是真的有機會爭奪海賊王的 第二卡里布 再來就是目前在監獄的多佛朗明哥了 多佛目前是一個大家覺得下限機會很高的人 但是他的實力目前出現還是夠打的 他曾經與老沙也說過要合作的理念 會不會他們有機會聯手 我們來看看劇情上他有沒有可能上來 在1065話漫畫中我們看到了 赤天使聖品有粉紅先生的果實能力 大家都知道粉紅先生就是多佛被打敗後 被騰虎抓去海軍了 基本上應該是去監獄 那麼問題來了 粉紅先生為什麼果實會在赤天使身上 三種可能 一種是上次影片講的血統因子 有機會在粉紅先生沒死的情況下複製果實 或者是果實轉移之類的 再來就是粉紅先生被海軍殺了 就是為了果實能力 這兩點大家如果想了解更多 可以去看看我這個影片 有認真講解 再來就是為什麼我們不能猜測多佛想逃獄 監獄有很多逃獄事件 最有名的就是金獅子 還有草帽一群人 多佛逃獄的可能 我們可以從粉紅先生可能死掉下去分析 有沒有可能多佛就是為了逃獄 粉紅先生才暫死的 雖然這個劇情機率低了點 但是是可以想像的 那麼多佛還有什麼機會可以離開監獄呢? 那就是十字公會的人來救他 十字公會這邊實力絕對是可以解餘的 我之前也說過 麥哲倫很有可能再次有劇情 因為麥哲倫真的是一個很可惜的人物 所有海賊王裡面果實開發最好的人 我認為他絕對是Top5 他再次戰鬥是可以想像的 會不會就是十字公會這條路線呢? 十字公會的主軸除了奪避海軍之外 還有一個那就是攻擊海軍 而推進城跟海軍也是同一個東西 所以我認為十字公會有機會去救的 第三 多佛王明閣 再來就是莫莉亞 他會加入我覺得是劇情最契合的一個人物 為什麼那麼說呢? 莫莉亞目前就被黑屋子海團奴走 不管有沒有被殺掉 都會有一個人來找他 那就是佩羅娜 因為佩羅娜在劇情消失前說了 他要去找莫莉亞 當時鷹眼並沒有阻止他 那麼如果佩羅娜真的來到黑屋子的基地 那麼他不就是被黑屋子海團包圍了嗎? 但他這種角色會被殺掉比較難想像 那麼這時大家想想看 如果選一個人來救佩羅娜 你會想到誰? 那只能是鷹眼了 所以我自己覺得 這就是韋田打造的劇情路線 讓佩羅娜與鷹眼有劇情 大家想看看 其實佩羅娜跟鷹眼沒有必要有這種劇情 因為主軸還是鷹眼和索隆司徒故事 佩羅娜只是劇情的附屬品 意思是他可能只是來緩和氣氛 畢竟兩個大男人確實有點生硬 那麼如果他不是劇情附屬品的話 那麼就佩羅娜這個劇情就會發生 十字公會來到黑屋子基地 這是一個非常好看的劇情 如果鷹眼救佩羅娜 那麼有沒有機會救下莫莉亞 回想看看 好像都是韋田刻意安排好的 第四莫莉亞 最後就是羅了 羅目前有一個極大危險 他將面臨的是黑屋子的攻擊 因為黑屋子的實力過癮 比硬實力那羅根本沒有勝算 所以羅這裡有幾種劇情 一種是被打敗被黑屋子拿取歷史本文 可能還會被盧走 或者羅用製鬥的方式打敗黑屋子孩子團 再來就是有人會來救羅 而裡面就有十字公會這個選擇 十字公會會來救羅的動機是什麼 那就是拉攏紅心孩子團 因為其實羅目前沒有比較明確的劇情方向 他除了手術果實可能使用永生之外 他如果沒有遇到黑屋子 真的很有可能會下線劇情 而羅也是比較契合十字公會任務 他也曾經是七五海的一員 我認為他是有機會加入十字公會的 第五羅 當然之後有其他人加入也不用意外 因為這些人只是目前劇情推測 可以想出來的人 而之後韋田可能讓十字公會有其他劇情 那麼誰會加入又不好說了 大家覺得有誰會加入? 如果覺得你的留言分析不錯 我會幫你自頂上去 今天的分析就到這裡我們下次見掰掰